字幕提供 了不起的老师 了不起的老师 还有勒还有勒 有人说了不起的老师 你觉得他哪里了不起 就一般老师都是 自己有一份工作就好了 他觉得学生不对 所以就直接打了人家 太容器了 還讓他重傷是不是 為了教會你 工作丟了就算了 太容器了 所以 以這個老師而言覺得 很猛對不對 猛女 女王的教室 那 有沒有人有其他的想法 有沒有 OK 楊瑞一言 你覺得 我沒有 就是很乖 一般電影 非常的激大人心 就是情緒 我覺得情緒佔蠻大層面 情緒佔蠻大層面 然後 你是指 老師還是指學生 還是整部片 整部片 我覺得就是一個 用情緒帶動的一部影片 也很符合日本人的風格 對 對 那 你對他們的對話有什麼想法 都是對的 都是最初想法 老師的部分 學生的部分 都是很好 都是很好 如果覺得 有什麼地方不好 就是 這老師 前後矛盾或之類的 對 新來的同學沒看過 所以不知道 位置好 學生 學生蠻有想法的 小學生 對啊 小學生 會有這種想法 應該 不多 符合邏輯 有點 有臉跳 超零的水準 有沒有 OK 那 還有勒 還有勒 我覺得 我覺得 很多 時候大家 表達就只有一句 然後 怎麼講 就是 就是 我們其實 不知道 你講這句話的意義 所以你有必要再補充一下下 OK 對這句話比較有感觸 那我 我自己在看嘛 我覺得 老師好像 對 就是 就是很強悍 然後呢 他是對 不是 他不是對你 他直接對小孩 對一件事情而表態 完全的 啊 他不會對 針對因為他們是小孩子 而有 別的想法 應該要這麼做催眠 那一種 啊 他是直接用睡眠的方式 啊 對 現在台灣有很多可能 老師可能會有 對學生 假設他們有個錯 他會直接用自己的想法 去 催眠他們說 應該要怎麼做 但這位老師就講說 你這樣子問我 我是對這件事情而不是對我自己的想法 對的 還是以社會方式 教育他們 啊 把真實的一面呈現給他們看 對不對 那 真實的一面 所以這個老師其實我覺得他很 真實 他最 整個讓我感覺最強烈的就是 他不虛偽 他也不跟這些學生講 什麼 倫理道德啊 倫義 倫義之類的這些東西啊 因為這部電影如果你從頭看到我的的話 他其實 這位老師其實 就會想之前那些學生說的一樣 他這位老師他在之前的學校 其實也是跟 那些 愛學生 他做了這些事情 但是呢 竟然被 背叛 就像剛剛說那個 閃 那些小孩 所以 他才 到了教育那個中心 所以才改變成這個 這位老師 不然他在之前其實 非常 還不老 還不學生 OK所以他的個性大變就對了 OK 了解 所以 現在看起來 連造型其實我想可能也有變化吧 如果用這種造型去 演之前的那個角色我想應該會怪怪的 OK 那 前面我沒看啦 真的我只看到這8分鐘 那 可是我的感覺是 你絕不覺得這位老師 他的說法前後矛盾 哪裡矛盾 一個是 幸福那邊 我是比較沒有看出那邊的矛盾點 那 或許等一下你可以講一下 那 但是我看到的矛盾點 也是這樣 這樣喔 就是說 不是 這個老師 就 就跟那些學生講啊 這個講 就是 他說 有學生問他說 老師你為什麼常常欺負 然後呢 這個老師跟他們講什麼 這個社會上就是充滿欺負 他說 這個社會上 本來就充滿欺負啊 人就是有一個特性 欺負別人可以得到快感 是嗎 然後呢 這一點跟哪裡矛盾 跟後來那個 會威脅人家 然後霸凌人家的學生 然後呢 老師說 這個老師打了 打了那個學生讓他重傷 然後呢 老師說 因為 這個學生 總是欺負別人 所以 我只好還貶著他一頓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啊 他說欺負 別人 可以得到快感 這是 這個世界上的運作模式 現在呢 他又說 那個學生 因為欺負了別人 所以我還貶了他 是的 那也就是說 老師的尺度在於殺人喔 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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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嗎 那如果他還沒殺人之前 老師是默許嗎 當他去霸凌人家或者是 去跟人家勒索 要錢 反正無所謂 你玩欺負的程度很不一樣 啊 我覺得是這個問題 你覺得欺負的程度不一樣導致老師有不同的行為模式 其實他都是用欺負 可是他並沒有所謂幾級的欺負 就是欺負有分一級二級三級 可是他都用欺負這個詞來代替 OK 我現在 我現在 不是 不是 不是要用 比如說老師的 的那個 怎麼講就是 就是想法去壓人家 我現在不是要做這個 我是要跟你 思辨 所以如果我接下來 所講的東西 其實我是希望你反駁 好吧 我是希望你反駁 好 那我現在要問 欺負因為等級而不同 你觀點是這樣那也就是說 小二OK的 中二 後期還OK 大二不行 趕快砍 是這樣嗎 有些勝任你可能也沒有辦法 就是做做任何動作 對啊這個老師顯然他有能力做嘛 他 他獲出去他還點了那個學生一頓嘛 對不對 對 但是我的觀點是 是因為小二中二大二嗎 我覺得是他不希望學生成為欺負別人的那個 可是希望他們學會被欺負的時候你應該要怎麼應對 OK 老師的出發點說 我希望你學會你被欺負的時候 你還能夠生存下來 你還能夠在這個世界上 繼續 繼續 好好的活下來 然後 做 朝著 繼續朝著你的夢想前進或之類的 是不是 OK 所以看 他的動機是什麼 那動機是 讓你學生提到 提到體會社會嗎 是教育的 觀點出發 他 他其實是愛那些學生 我之所以要 這麼嚴格 對你們來講 甚至讓你覺得我在欺負你 是為了你們好 我是為了你們好 OK可是這種東西不能無限上剛對不對 那 有些老師呢 覺得我對為你們好 結果呢 當然把人家海邊盾 重傷 但是他海邊的不是那個欺負別人的人 而是被欺負的人 那這樣可能就 就 有點 不太不太一樣 對不對 好 但是 這個老師 他 欺負那些學生 跟那個霸凌的學生說 說要殺 為什麼不能殺人的那個學生 去欺負那些學生 到底差別在哪 嗯 嗯 你們真的出發點不一樣 我覺得 一個是為了你好一個什麼樣的事 我覺得我看到的是這一點 因為他所謂的欺負 其實在這個老師眼裡可能是 嚴格 然後 他 之所以這麼嚴格 他想要 他們 他們 可以 可以 得到 某些 東西 但是呢 反過來 那個學生 他去欺負別人 他可能不是想要 別人得到某些東西 而是 想要從別人那邊得到了某些東西 對啊 OK 這是我看到的不同點 那我覺得 我看到的觀點 關鍵不在於說他是小二中二還是大二 而是在於 那個出發點 不同 OK 好 從這件事情我要回過頭來 問你們 昨天 這個是研究生 專題 專題 你有昨天有 報專題嗎 沒有 OK 你是四年級 OK 你也報過專題 OK 應該知道 你勒 你是三年級 OK 昨天有報專題嗎 還 上禮拜 有嗎 OK 好 所以 所以 現在 我想 同樣一個問題 就是 各位在專題的時候一定很困惑 尤其是你們要去念研究所 保證你 二年級 要畢業 要口試之前 你一定很困惑 困惑什麼 沒有 其實我一直都 沒有我 我其實都知道 來請說 那就是 就是 沒有 沒有 很少你先講 沒有你先講 你先講 就我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你 做 就是你 你也想 可能那個老師 會提 會 會 就是 可能 可能 嗯 可能還有你先講 暫時想不出來 我先講 好 那我說的困惑 其實 我之所以說這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本身 原本 對我 對我在學生時代也造成很大的困惑 所以你可能會看過我寫的一些文章 OK 或許 有人看了 研究生一定要知道的秘密那邊 你有看過嗎 都看過 OK 有看過 那 那 修行之路全部都在那上面 全部全部都看完了 全部都看完 OK 那你看完什麼概念 不是能讀的 絕對不讀博士 絕對不讀博士 但是你練了說師 你還是會碰到 對不對 對 就 跳兩年就好 不要再跳一年 跳兩年不要再跳一年 可能其他同學的人 看過對不對 我稍微把他 抓出來一下 但是 那一邊是我早期寫的 所以呢 你會看到 其實 我們的想法也會改變 但是不代表我不認同那時候的 想法 但是 我覺得 那時候的想法 因為 對 我本身 的 的 怎麼講 角色啊之類的 我的 我雖然那時候已經在 這裡教書了 但是 才剛來 所以寫那一篇的時候 其實 其實是 怎麼講就是 還處於 學生時代的那種 剛脫離的 沒多久的狀況 好 這是 這一邊 那我稍微把它貼進去一下 我也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我這邊呢 其實就有點 蠻太陽花的感覺 蠻太陽花的感覺就是 蠻 激進 那 OK 那所以 你可以 我已經貼到色環了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呢 這個 寫的環境是 我 那時候大概來這邊 剛教 兩年左右 第二年寫 所以呢 那時候念完博士班可能也才 兩三年 還沒有很久 印象深刻 那所以呢 一般來講 念博士的時候 你 你在念之前你就知道你 到底 到底會面臨什麼嗎 其實大部分不知道 所以這是我 我寫這篇的動機 那到最後你 我給你看一個例子 有些指導教授 有些指導教授是這樣 這個其實是大陸的一個 順口溜 他們 放在指導教授上 也很合適 但是其實他不是用來放在指導教授身上 他是放在大陸的 高官身上 對那些高官而已 他們權力超大 他說你行 你就算不行 也行 他說你不行 就算你行 你也不行 就他說了算 對 那在你 去 念博士之前 你可能要 稍微了解一下 我為什麼用這句話來形容 指導教授 因為 他對 有絕對的影響力 基本上跟那些 大陸的高官對 對同些 事情 有絕對的影響 第一次遺案 那問題是你怎麼樣去面對 這樣的事情 第一個 先不要找錯嘛 你找錯了你進去之後 他怎麼說你怎麼玩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如果你找錯了就這樣 OK 研究生不死 只是生不如死 那這當然是研究生 找錯指導教授之後 碰到 那指導教授到底為什麼重要 為什麼要用這句話來形容 不代表指導教授 有些人會覺得 對啊 指導教授很重要啊 因為 因為他帶領你研究啊 然後他本身學養很豐富啊 所以呢 之類的 所以你在他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當然這是 對某些 指導教授 和學生之間的關係 或許有 那 那 學教授你可能在時間 是一個禮拜都看不到他一次 對 是學長在教授 對沒錯 大部分 以我們狀況是 你碰到學長的時間 絕對比指導教授多得多 而且你跟學長是朝夕相處 對 整天 超過八小時 OK 跟指導教授呢 每個禮拜可能 Meeting一次 對 還可能那個禮拜 老師有事 對 老師有事就蓋 學長主持 正常 好 所以 但是這 這都不足以顯示 指導教授的重要性 真正的重要性 從哪裡 你才看得到 當你要申請口試的時候 但是 碩士的時候 其實申請口試 是標準程序 為什麼 因為碩士生很多 同一個指導教授底下 可能有 八個碩士生 那所以這時候呢 那個口試不用申請 時間到了 學教制來安排 博士生很少 一個指導教授 可能底下有三個 博士生 但是一個是一年級 一個是三年級 一個是五年級 或六年級 所以 這個博士生畢業的時候 只有他孤身一人 對 所以這時候不是 學校幫你安排 是你要主動 去提議說 我要申請口試 而且 你要去跟你的老師 爭取 不然的話呢 除非你的老師 真的很好 你趕快寫一寫 趕快畢業嘛 這個是屬於 好好先生的老師 那另外一種老師是 你跟他 你做得很好 然後呢 你也 甚至譬如說你論文什麼也都有了 然後 實驗室呢 你也是 獨挑大樑的 然後呢 這時候你覺得 哇不錯啊 那我在實驗室裡面 我根本就是 超級無敵的重要人物了吧 對不對 對於這個老師手下呢 我 我基本上就是 就是 就是 排住了 那當你是排住的時候 你就想說OK 因為 我的貢獻應該處理讓我畢業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請注意 你小心 小心什麼 教授可能可以讓你繼續放下 算你畢業 有人點出了 但是還不是很 很嚴重的 講清楚 你點到的那個問題 那 教授 需要你幫他 因為你是台住啊 你既然是那根住的話 你走了這個房子就垮了 怎麼能讓你走呢 除非你不是住 你走了房子不會垮 對啊 反而太強了反不好啊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這個世界 這種現象 往往如此啊 來 我就舉劍庭昨天的例子好了 如果劍庭不要那麼強 我昨天 不會 對他的 要求特別高 是不是 因為 劍庭特別強 所以我對他們的期待就比較高 你就這樣合理 哈哈 以後你弟弟來了 我不知道啦 你弟弟是不是 是不是 能力特別強 但是 當一個人 他已經 已經 有那個能力的時候 你不能用20分來要求他 會用 90分 95分來要求他 所以很多小孩都會覺得 我不要考第一名啊 對不對 我考第一名 到最後 是害了我自己啊 我只要退步一名 我就掛了 對不對 但是以老師的角度而言 對啊 你考第一名啊 OK 但是呢 你的能力 還沒有 到達 你的能力還可以繼續往上突破 所以以老師的角度而言 把你帶出來 帶往更高的境界 這是老師的想法 但是 好的想法 就是說 對你來講是善意的想法 跟對你來講是惡意的想法 你可以區別的出來 應該可以區別出來 那個老師因為你是台柱不讓你走 這好不好 你是因人而異嗎 是因人而異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 跟 跟剛剛所說的因為程度不同 有不一樣的地方 如果他因為你是台柱而不讓你走 我覺得這想法很糟 是 整是因人而異 就是有限有在想 很有限 對 也因指導教授而已 也因學生而已 但是 我覺得 指導教授如果因為你是台柱而不讓你走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做法 OK 但是 如果說今天指導教授 怎麼講 就是說他覺得 你的東西還有改善空間 他建立你 做完 那個改善空間再走 那 這時候其實 你如果覺得 困難 其實應該是可以商量 對不對 如果你的指導教授是善意 應該是可以商量 如果你的指導教授是惡意的 那可能就比較沒辦法商量 就是要弄了 好所以 各位看我其實有些文章跟這個都有關係喔 那我寫的 無限文章其實是 是 是跟這個 都有關係的 來看一部科幻 科幻 科幻 防治 萬磁王的口試 萬磁王的口試 最近 有去看 S站景 S站景 我前 前兩天才看 S站景 那個 未來昔日 覺得 這部不錯 很讚的劇情 很讚的特效 好 好 萬磁王的口試 好 稍微看一下 是有點強 OK 為什麼 OK 好 萬磁王 有看S站景嗎 知道萬磁王是誰啦 我記得有一集 我記得有一集是這樣 萬磁王不是被關在那個 不知道什麼中心 然後裡面呢 通通都沒有金屬對不對 那個中心是基本上是都沒有金屬成分在裡面 為什麼因為萬磁王很可怕 只要有任何金屬他就可以指揮 操控那些金屬然後呢 做一大堆破壞的事情 所以 他們為了鎖住萬磁王就在那個 整 整個範圍裡面通通都沒有金屬 把他困住 然後呢 那個模型女啊 模型女不是 為了要解救萬磁王他就找了一個守衛 然後呢 在他身體裡面注射 一針 進去 然後那個守衛呢 隔天就跑去 值班 丁萬磁王 對不對 然後 發生什麼事 就是 有人看到那一集嗎 OK 所謂 隔天去持班廳萬磁王 然後 萬磁王就感覺到 金屬 對不對 然後呢 他說你昨天是不是多吃了一些什麼東西 事實上不是 是模型你打進去 然後呢 他就 就開始 指揮他的 身上的 金屬 然後 把它 吸出來 變成一塊 類似 光碟片的 的圓盤 然後呢 那個人因為 整個金屬被吸出來 他就掛頂 然後呢 萬磁王就 就 站在 那一塊 光碟片上面 飛了出去 有看到這一段嗎 沒有看過 OK 所以 這個 這個場景 就完全顯示了萬磁王的功力 對不對 那當然呢 比較 比較那個 更大的場景是 萬磁王把那個鐵橋啊 整個 拋來飛去這樣子 然後 世界大亂 那 啊 這是 介紹萬磁王 但是 我寫這一篇的目的 其實是跟 跟想要告訴 就是 有感而發了 然後 從剛剛的那一種 研究生一定要知道的面 秘密 然後 會延伸出這樣的東西 看一下 好 如果萬磁王口試他會怎樣 萬磁王如果去口試 這麼強的人 夠強了吧 所以呢 他口試進去的時候 他還沒進去呢 口試委員的杯子 就飛起來致敬 就飛起來致敬 因為那個杯子的金屬 對 好 然後接下來呢 他就先做了一場表演 學校所有的 金屬物通通都被吸到那個教室人口 堵住 這時候口尾會怎麼樣 口尾 通常 就覺得 好恐怖喔 這個家伙還是讓他過好 是不是 接下來呢 口試委員看到歐巴馬從窗戶被 飛了進來 因為他有細皮帶 皮帶有金屬 歐巴馬還跑不起狀況的時候呢 白天就已經變成了黑夜 為什麼 因為地球有金屬 所以被轉半圈 然後萬石王在展示他的能力 但是在這些表演之後呢 口吻 我想這個口吻也不是正常人的 口吻說 我看到你的論文 題目是 移動任何金屬的特異功能研究 這蠻適合 S戰警大學的 主題的 那他說 但是你沒有引用 足夠的參考文獻 像我那篇 論邊毛蟲移動時 是哪個毛先動的文章 你就沒有引用到 那各位應該知道我在諷刺什麼東西 那這時候呢 模型女在旁邊 換磁王就 就 三條線 普通人三條線沒關係 萬磁王三條線 那可不得了 所以呢 模型女看到就覺得很恐怖 接下來口吻也就 說了 可以解釋一下 你論文裡面 那一個 用人體磁場操縱金屬的方程式是什麼意義嗎 萬磁王能夠操縱金屬 那 他是不是掌握了 金屬 磁場的 秘密 才有可能 操縱他 這時候呢 萬磁王就 口莫王杯的 在黑板上寫的起來 但是萬磁王不用動手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只要 用個金屬圈 全套圖合併 飛來飛去就可以寫 然後呢 他不用動手 這時候口尾心就發言 他說 我覺得 你的論文 還有一些缺點 雖然你可以移動金屬 但是如果 你可以操控萬有引力的話 那不就任何東西都可以移動嗎 這是不是一個 改進 當然是改進 所以呢 我們覺得你的研究還不夠好 你應該在 未來展望中 將 超冠萬有引力的方法放入 待研究項目 接下來呢 這三位口吻 討論過後 就做出結論 萬磁王應該再留下來一年 繼續研究超冠萬有引力的方法 好 好 那 這個廖映禮是我們 我來 剛來的時候的 一位 學生 這是他們的回憶 超冠萬有引力的方法 然後這邊有分享 這分享 超經典研究生死路 OK 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不懂就不解釋 然後 有些人看不懂 沒有 沒有念過說字的人 應該就看不懂 好 低調到背後是 其實萬磁王沒有低調 他都把歐巴馬給拉進來 沒有很低調 只是他們有大開殺戒 就是 OK 所以這是 萬磁王的口吻 那 想必 報告過專題的人 應該也會有點感受才對 如果你還沒有感受的話 就代表 其實你 應該還沒有 被困得夠久 是嗎 好 這個例子 其實 當然是 諷刺 我記得 科幻小說在諷刺 某種東西 楊樂運 看得 知道我們要 想表達什麼嗎 至少應該有點感覺啦 完全沒有感覺的話 那就真的 真的可能 完全沒有那種 那種經驗 就 比較容易的感覺 所以呢 像 這兩天我們看到這些事情 我不是 禮拜一請教嗎 對 今天下午我們要補課 不是補AI喔 是補那個網路程式設計 下午一點半喔 記得 來補課 那之所以補課的原因 是因為 果然 可是我看一看 我覺得他講也蠻有道理 就是 確實如果能夠做得更好 那就做 就是留下來 其實做得更好 那你搶手拿啊 那個你搶手拿的嘛 我覺得他就留下來做也不錯啊 就是 我覺得 其實講得更好 是的 對 如果 萬磁王 真的很善良 他月曆 留下來的話 那當然是很好的事情啊 對不對 對啊 但是 如果你是萬磁王 你會怎麼想 應該在做啊 而且 哇 亞瑞瑩你真的是太偉大了 你的 你的 這種小寶真的 讓我 讓我非常欽佩喔 但是 我自己做不到 我 如果我敢跟你說我 我做不到 如果我是萬磁王的話 我肯定把這些口尾呢 丟到天上去 讓他們 讓他們在金屬漩渦裡面轉個幾圈 然後 然後再下來 然後重新做節目 我絕對不會啦 那麼容易的說 OK好 我再留下來做一年 可是果然那些研究所 果然就是 非非讓人說 畢業之後就會這樣這樣 可是 研究所本來就是為了給研究 研究人繼續做研究的地方 是啊 是啊 可是 你畢業了還是可以繼續做研究 你畢業了還是可以繼續做研究啊 你可以去做博士後繼續做研究 你也可以去當大學老師繼續做研究啊 甚至去雙鑰研究院當研究員繼續做研究啊 好嗎 所以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當這種狀況發生的時候 我不會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那個 已經 對我來講 我認為是在凋理 一個月七八千塊叫你研究萬磰益 你要幹嘛 對 對 欸七八千塊算你高了喔 我搞不好抓了兩三千塊 你以為已經抓到 你以為已經抓到重點了 好少 對 這裡是有利益關係的 對不對 因為萬磁王的本領 我出去不要說七八千塊 七八千萬都請不到我 那他乾脆就不要練營熱鎖啊 他竟然這麼有能力 你能幹嘛練營熱鎖 他根本不要練營熱鎖啊 是啊 是啊 他做研究貢獻人類啊 是啊 第一個他為什麼要念研究所來 換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每個人念研究所不同的動機 有人念博士他覺得說 我出去之後 可以更好 或者是我可以學到什麼東西 那當然這一個例子是太過極端 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萬磁王 有誰就像萬磁王那麼強大嗎 這個世界上 這是科幻想說 真實生活裡面 大家其實差不了那麼多 就算你做得很棒 你做出來的研究 是諾貝爾獎級的 也沒有辦法 像萬磁王這麼明顯 會嗎 即使像 各位知道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其實從來沒有得過 多貝爾獎 知道嗎 很正經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即使你 全世界你唯一會知道的一篇論文 他也從來沒有得過 羅貝爾獎 為什麼 因為 愛因斯坦得 若貝爾獎是有得過 但是 得的理由不是相對論 是 議題懸浮例子的布蘭運動 聽都沒聽過 懂嗎 他是因為布蘭運動而得到 諾貝爾獎而不是因為相對論 為什麼 因為 相對論 雖然 感覺 非常的 強大 但是 引起了 也引起了很大的 爭辯和爭議 另外一個是 他沒有辦法被證實 至少在那個 頒發 那些 時代 他沒有辦法被證實 相對論是真的還假 他憑空創造出一個數學公式 然後 創造出坐標轉換式 然後 預測說 OK 時空會擰曲 我們的 我們的 世界 不是我們看到的那個樣子 我們的世界 不是我們看到的那個樣子 這 太顛覆了 但是 顛覆的結果 不是 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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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 就是說 大家都認 而是 相反 會 反而會受到打壓 歧視 當然 艾斯坦後來早就已經 已經 世界知名了 反過來 大家知道他的相對論 卻不知道 他因為 不然運動而 等不被人家 OK 沒有人那麼強 沒有人那麼強大 像今天我就看到一個超 超 怎麼講 我覺得 我覺得 搞笑的東西 沒有人真正那麼強大 當然你可以幻想自己很強大 現實生活裡面 最強大的像 比如說 Elon Musk 或 賈伯斯這些人 OK已經很強大了但是你要把它埋掉 也輕而易舉 所以 沒有人真的那麼強大 這一個 這一個 我看到這一邊然後我就 就 覺得 OK 就是我們 太陽花的 禮宗哥 然後跑去檢舉誰呢 檢舉 黃國昌 黃國昌是誰啊 就太陽花裡面那個中文院的教授 對不對 然後 他非常的 研究員 中文不是教授 研究員 跟 陳維林他們都是 都是 同樣的 同樣的 嗯 擁有 擁有做關係啊 可以這樣講 那而且他是 太陽花的 主力之一 然後呢 呃 林中根跑去 跑去 辭移 跑去 檢舉他 檢舉他說 叫人家 全民連鎖 然後一人一 寄到中原院 然後 打電話到中原院 黃國昌 忘失本分 然後這一點就讓我覺得 注意到 為什麼 那黃國昌有回應 我反而沒看這個回應 其實倒是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黃國昌根本不應該回應他 回應了反而把自己的 程度給他逼 那為什麼呢 人家 人家說 一邊論文就電腦政權 就是 有點激進 但是 人家說黃才幾歲 一年四邊 真的強到跟鬼一樣 你覺得呢 問題是一般人 完全不了解這種東西 誰會了解啊 一年四邊到底是什麼啊 好少喔是不是 太強了 一年四邊算什麼 各位 你真的了解 什麼叫研究論文 而且 你真的了解黃國昌的領域 是哪一種東西研究論文嗎 我告訴各位 SCI 對台灣人來講是比較容易 SSCI 對台灣人講是 非常困 為什麼 黃國昌是社會領域 人 黃國昌是社會領域的 為什麼 SCI 很困難 所以這邊 就有 就有人在講 OK 這邊就有一篇 那這個也是太激進了 非常激進 但是呢 這個人 至少他給我們一些訊息 他把 丙中兄 的 論文拿了出來 結果發現前面自操 那個中國大陸 的 文章 後來 他就把他 的指導教授 的所有著作 通通都給撈出來 然後撈出來 就發現說 OK 他的指導教授是 TSSCI的 詩篇 一輩子 不是一名 一輩子 TSSCI的詩篇 不了解內情的人 真的不 不曉得 這 這到底差別在哪裡 來 我請教去念研究所 告訴我 SCI SSCI TSSCI 到底差別在哪裡 入學難易度不同吧 我是有稍微 研究的 好 就有了那個 TSCI 這些 那個上了根本 你在台灣隨便找工作隨便上啊 你在大學找工作的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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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的太簡單了 那麼容易 那麼容易 你們未來要面對的是一個 非常艱難的情況 你現在就想的 太簡單了 那 SCI TSSCI 跟 SSCI 超越任何 還有EI 你不了解你就進去喔 當然你念碩士或許問題不大 因為碩士的話 往往畢業的時候就像 楊瑞不是有去報那個論文嗎 碩士畢業通常學校會要求你 去報一個論 但是沒有要求等級 然後就 就 就畢業 OK 因為看了一下 指導教授說 他說一定要國際期刊 對 有些指導教授就說 你要國際期刊 有些指導教授更言說 你要SCI或EI 那種好嗎 先暫時不以置評 但是先搞清楚什麼叫SCI 什麼叫SSCI 什麼叫EI 什麼叫TSSCI 我還停留在台灣 我只是去研討會發過 那我告訴你 SCI是SCI SCI是Science Index 科學指標 那SSCI是Social Science Index 社会科学指标 那TSSCI TSSCI呢 有TSSCI 但是没有TSCI 那TSSCI是 台湾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已经从 从国际的等级收回到台湾的等级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 因为社会领域 是跟人有关 跟人有关 你的研究 要能够让老外认同 让老外认为说你的研究具有社会领域的价值 那相对的是很困难 所以台湾能够上SSCI的人很少 那这里有很多因素 其中一些因素是文化差异 那你如果用纯粹用SSCI的话 那可能研究台湾的研究本地的那些 就没机会了 因为老外不知道这些东西啊 所以才又成立TSSCI 让那些没办法发表 国际的SCI的人 可以说OK那你也有发表 所以才会成立一个台湾 好这样应该了解它的背景 所以当然不见得TSSCI 跟SSCI 跟SSCI有什么样的等级关系 但是你一个很杰出的论文 往往老外也会欣赏 所以他可以直接发表成SSCI 如果是因为区域性 那TSSCI OK 但是有些不是因为区域性 而是因为论文的水准啊等级啊之类的 那老外不欣赏 这时候只好退回来TSSCI OK 有开始了解这些指标了 好那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解释了三个 最后一个EI EI是Engineering Index 工程 工程指标 那工程指标的部分就是 就是跟Science Index 不太一样 Science Index BTS强调的是科学 那工程指标就是因为他可能理论上面不那么强调 但是他 有应用的价值 那种就被Engineering 所以又有一个BI 现在 了解 其实我在国师毕业之前我几乎完全不了解这种东西 我是后来 才慢慢 搞清楚这种东西 因为我的指导教授本身其实他 他并不以这种指标来看 所以其实我们那边其实相对孤立 不太了解这种 一出来就发现这个世界居然是这样结构出来的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些指标 莫名其妙 但是 慢慢的就发现这些指标有很多过疑症 我们 去使用这些指标来评量自己 造成非常大的过疑症 所以这样现在应该比较了解 所以黄柏昌一年四天的SSCI 那个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 社会科学跟人有关 要 弄出 可以让老外都觉得你这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 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他就把自己的指导教授给 一枪毙命 不是吗 OK 好所以呢 这又扯远 又扯远 那所以礼拜一我去行政院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先跟 一个 那个 政务委员的一个 一个 属下 然后就是 应该是挂专 专委还是秘书委员其实也搞不清楚 然后我们就再聊 那个 那个秘书他在 德国 住过 很久 所以他对德国的技职体系很了解 然后 我就在 跟他聊这 这件事情 发现 生活还蛮多的 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件事 至少他在德国 太那么久 其实对 相对的那种文化上面 很多我们只看一个文化看不出来的东西 你画文化之后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呢 接下来那个政委来 然后就 跟他聊 这时候我觉得有点 换大学我很大的感情 我就发现说 那我就发现说 其实 以那个秘书而言 他的能力 和见识我觉得比 这为强 但是呢 他们的职务 比较低 我就发现很多职务低的人 他的能力其实比长官强多了 但是 很多人选择先去变成长官 然后才去实践他的理想 问题是 你的长官还有长官 所以 就来了 各位 还记得有固定 就是 刘德华 跟 跟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我突然会记他的名字 那个叫什么 吴建道 里面有一句 梁朝伟 梁朝伟不是对着 他的长官说 阿瑟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阿瑟十年啊 因为他去卧底 那个长官一直叫他 三年 卧底三年 你就可以回来 结果呢 三年到了 你说 不好意思 这件案子还没结 在卧底三年 三年又到了 长官又说 不好意思 还没结 你在卧底三年 最后他卧底了十年 都还回不去 这句话很经典 知道为什么 经典在哪里 经典在如果你 博士班念了七年 就会知道 经典 跟万词 我们的状况是一样的 我操控了 所有金属 你居然还要叫我去学 万有引力的操控方式 这样子 一样 学会温有引力的 就是干什么 不是很干的事情 这样能不能学过啊 但是你这样子 你的人生就卡住了啊 你卡住一般的 无所谓 你卡住万词王 找死啊 不是吗 当然我们真实世界 没有万词王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啊 真实世界 虽然没有万词王 但是每个人 其实都很恐怖 只要一个心态的转变 那不得了 人人都可以是实神 人人也都可以是正经 你有没有听过 有人 在美国 英博士 念了十三年 还没毕业 最后 他 就发生了 拿了一把枪 到校园里面 见人就杀 他在指导教授 那些人全部 校园 疯狂杀人案 博士班年十三年的人 看下去 这时候就要想 好 博士班年十三年 导致这个人 变成 疯狂杀人案 是 这个人的问题 是教育的问题 还是体制的问题 还是他的指导教授 把他当冠死亡 这以后 不知道 但是 这个世界是这样做的 你进了 硕博士班 指导教授 就是有无比的权威 他 说你行 你就行 说你不行 你行 也不行 这样的体制 是好不好 我不知道 因为这样是人智啊 那人智就纯慕 指导教授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是大学的话 那你 你这门课修没过 我修别人的 我干嘛的 OK 那当然越小的学校越容易 产生一些问题 尤其必修课你就 永远都是那个人教 那你永远都被他当 永远都不够 那你没办法 他如果换个人教 OK 或者是说 有外科系 他也可以承认 OK 那就 比较不容易 因为这样的问题 被看不住 但是 做过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他是师徒制 师徒制 老师 有绝对的掌控力 我说你不能毕业 你想毕业 非常不能 所以有些人呢 念到一半都换指导教授 那是 已经非常不得已 那是大忌啊 但是当他觉得 他 在这个教授底下 根本 就是 被他免教劳力的时候 而且 跟那个教授不对盘的时候 他冒险的换指导教授 虽然冒着 会得罪 原本指导教授的贡献 但是 他觉得还是 至少有点机会 换个指导教授 比较有可能 对的 那这当然就有很多 都是这样的情况 现实生活可能就有 就像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影片一样 这个影片在哪 这个影片里面的那个老师的对话一样 他不是说 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很多欺度 但是 有时候 想法一遍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世界 就某个角度来讲充满了很多欺度 会不会是这个世界 因为你敌视他 所以他才敌视你 就像 三万强从建立出来的时候 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 每个人的解决也都不一样 你怎么想最后导致你的行为模式 所以 所以 其实 上礼拜我们在一个 Udm有写一篇文章 乃正洁的事情 当然我不觉得 他这样 绝对不觉得他这样子对 但是 也不觉得他应该无罪被释放 这是不可能 但是 但是 此行有没有办法 此行有没有办法解决 这种问题 此行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那这个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了 那我的 本身的心理历程 当然 每个人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是正级 但是 每个人 也大部分 都没有变成正级 为什么 我国中的时候其实 我们的学校 升学压力又大 黑道又多 没有做办法 没有做办法 我有做办法 所以那时候 怎么讲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被霸凌之后是一件好事 知道为什么 因为小学生很天真 他们会觉得打打打闹闹闹之类的 然后会觉得 没有关系 然后呢 有些事情 因为说 他就没有经过真正的 强大的压力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有一天呢 你真的 跟人家 杠上 你就会发现 好像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这样 跟人家杠上了 我就要选择 我是不是要拿刀去杀人吗 或者是 他会不会拿刀杀了我 以小学生而言 这个问题 其实通常还不严重 到了国中 可能会浮显出来 尤其是如果你 住在万华这样的区 市面都是黑道 你所碰到的同学 他不单单 只是他一个人 那边的黑道会吸收小孩 从 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 吸收 所以到了 国中的时候 一堆小交货在校园里面 横着走 谁跟他起冲突 他就去找他的黑道朋友来教训他 在这种时空底下 你在那边念书 而且是 升学版 整天被勒索 你当然会想 是不是 但是 那种是针对性的 对某个人 你想杀了他 那是某个人 这种其实 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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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没那么大 人家对比不好 对他不好 所以其实像我们当兵的时候 其实常常发生这种大事 可是 外面其实都不知道 现在可能会知道 现在一个黄洞秋又没搞得 这么大件 但是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 实在里面是很正常的事情 再比我更早 那个更正 一句话 就挂了 但是 每个人还是会有自己的 百应八字 我们当兵的时候常常 每隔一阵子就听到 某个人 某个据点 某个阿兵根 哪一天上哨的时候 突然抓狂 枪拿起来 进寝室 全年都在睡觉 还是上色 死瓜瓜 有没有 发生这种事 很多 有没有被告出来 为什么 那个阿兵哥 要趁上哨的时候 拿着枪 进浅室 整个扫射 因为他被气 老兵气不气 有些人 可以忍 有些人还会想办法跟老兵趴拉 打好关系 想办法在那个环境底下 变成 他们一模 可怕的人 不是那些 会趁上哨的时候 疯狂扫射的 都不是那些人 是什么人 不讲话 不会去跟人家哈拉 然后呢 很闷 还应被打 或被人家逼 战哨 一般 站完 诶 患老兵站 老兵说 你继续站 永远下不了哨的那种 那个才会发生这种事 但也正因为有这种事 但是 那些老兵也会有所机会 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反应 就都不一样 但是 这种针对忍者 我觉得 还 比较不可怕 当你有一天 不是针对人 你反的是整个世界的时候 那就会产生 像这次的正解这种 你反整个世界 就像 三万强当中 建议你突然 那时候一样 因为这个世界 对你不好 所以你反整世界 甚至有些不是 世界对你不好 但是 你的想法 某一天 你碰到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呢 让你觉得 世界对你不好 每个人都会碰到 甚至是一点想事 但是 我记得 像李伟伟 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 过不去 就过不去 事情没有恩大事 对当事人来讲 过不去就是过不去 所以 所以 你卡住 你会卡住的时候 你的生命可能卡住的时候 你会寻求结果 那些 上了哨子后 拿枪去 去解释 扫射的人 他就是过不去 他生命卡住 他卡住了 他 宁可 用这样子的举动 用他的命去换这么多人的命 但是有针对对象 那这种 没有针对对象 其实都是 通常是在生命里面卡住 所谓 所谓导致 他完全不针对对象 只企图对社会做最大的伤害 这种想法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 他其实想解脱 你如果把他判死刑 他就解脱了 这反而会变相 像鼓励那些人 生命卡住 采用这种方式 来解脱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 所以 其实有时候 换个念 卡住 除了环境以外 其实还有我自己 例如说 我博士班的时候 卡住 除了环境以外 还有我自己 那 我今天要宣战的话 我要向整个社会宣战 这故事很好 我如果要宣战 我应该向 这一个问题宣战 我今天 卡住了 因为我不能口识 那我解决口识这个问题 而不是拿枪去赏射 整个校园 我解决口识这个问题 通常 你会碰到的问题 有哪些 你会碰到的 人会卡住 通常有一些问题 心理学上有三种 分类 双区冲突 双臂冲突 和去臂冲突 这个我有讲过吗 什么叫双区冲突 两个你都想要 但是呢 你却只能要一个 你就很挣扎 我到底要要哪一个 OK 那双臂冲突 两个都 不想 我都想避你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 两个都避掉 我避开这个 我就会 就会撞到另外一个 我怎么办 第三种是 屈必冲突 我想要那个东西 但是 那个东西会杀了我 我又想要它 又得不到 屈必冲突 这时候你怎么解决 通常 屈是比较好解决的 对于屈这件事情 就大气 我不要了 我就解决了 是不是 我可以不要的话 我就解决 所以屈比较好解决 B 有时候 比较难 因为你不想要它 你说不要不要来 他还是会来 这时候你该怎么解决 最后你 通通都闭不开 那 你两个只能够 两害相全 取其轻啊 这是比较难解决 因为你最后 还是会 上到 但是 你想要 如果是有区的部分在 不管是双区 还是屈比 你放弃 但是你不一定要整个放弃 我就去 就去 做最后的尝试 努力的去试过 OK 没办法 那失败了就失败 这样或许会比较好 有一天 你硕士念了三名 你发现说 我再念下去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立业 而且 而且我觉得 比如说我的资料教授 是恶意的卡住 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算 屈比 为什么 你想要那个学位 但是我又不想在这边待很久 我想那个学位 我又不想在这边待很久 屈比 有解 对不对 怎么解 我敢放弃这个学位 我就解脱了 但是你一定要马上放弃吗 不一定 就去跟老师讲 我觉得我做得 我应该可以 达到口试的水准 所以请让我口试 医药的时候 你跟他讲 如果没犯法口试 那我决定退选 这样 最后 他选择让你口试 还是选择让你退选 OK 有一些希望 所以 另外去懂吗 OK 千万不要 到时候你做事变得失眠 然后 拿着枪 去交大风皇赏胜 这就不是我们 所 所觉得 好方式 了解 那我今天 题外话讲太多 等一下我们来看语言处理技术 OK 那 所以我们来看语言处理 我们来看语言处理 好